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术语最早出自储碎梁之后 就是这个笔法被誉为神用笔 并且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那么神用笔到底是什么笔法 怎样才能把它落实到具体的书写之中呢 浙江大学于中华博士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细节节目 书法荡案之 储碎梁的神用笔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储碎梁的神用笔 听到神用笔啊 估计的大家觉得有点一愣 说用笔不就用笔呢 还来什么神用笔 大家别急 我来慢慢讲 其实这个题目啊 你一听你会发现就两个内容 一个是储碎梁 一个是神用笔 储碎梁呢 估计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 我们前面几集讲过 皇帝书法班 就李世民办的那个班 储碎梁是那个班 一开始的是班主任 后来等到于世南和欧阳荀 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 储碎梁晋级 就做了那个班的教头 是初唐四大家之一 而且是初唐三大家里边 也有他 就是于世南 欧阳荀 加上储碎梁 这三位 在中国书法史上呢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但是不管你影响再大 你说和这个神用笔 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说和神有什么关系 那储碎梁肯定不是神 如果说硬要找一点关系的话 还真有 清朝有一位文学家 叫普松林 一说普松林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 他的聊哉之意 聊哉之意里边 大概是第十二篇 你会发现这一篇的题目 就叫做储碎梁 他里边讲了一个故事 说是有一个姓赵的山东人士 穷困潦倒 连自己的房子 屋舍都没有 于是呢 就租了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 来借以寄生 结果呢 住在这里 不知不觉的人又生病了 看着就要奄奄一息了 结果这一天 老赵 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正睡着呢 突然间被人给拍了下肩膀 一下子醒过来了 结果眼前站了一位美女 大美女 他还以为是做梦的 要他说你是谁啊 你怎么跑到我这边来了 你猜这个女的跟他说什么 他说 我是来跟你做妻子的 这老赵一听 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吗 掐了一下自己 发现的确不是做梦 他说我这么穷困潦倒 你不要过来拿我 开心了 穷开心这是 那个女的说 我确实是过来给你做妻子的 他说就是你不嫌我贫困 但我现在 我重病在身啊 这玩意儿可能是招不保兮的事情 随时都有可能走啊 跟我个妻子也没什么用啊 女的说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治病 这个女的啊 就把她这个手啊伸出来 就放到这个老赵的这个肚子上面 一会儿 老赵就感觉这个肚子里边啊 开始隐隐约约的发热 越来越热 滚烫 然后整个全身像一股热流一样的 不断的在里面旋转 就这样转了三四圈 老赵说不了了 直奔茅厕而去 然后呢 是大泄了一通 出来过以后 并没了 全身非常的舒爽 哎呀 感激的不得了 他说你真是活菩萨啊 你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哪里人是教授 叫姓赠名贼 他说我本是千年的狐狸成仙 那我为什么要来跟你做妻子呢 我是为了报恩来的 想当年在唐朝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次送难 你呢 你的前世啊 是大唐前唐人士 当时的储岁粮 就是咱们讲的那个书法家 储岁粮就是你 结果呢 你救了我一命 所以我一直以来 寻思的如何能够报恩于你 这不吗 哎正好找找找找 我找了很长时间 总算找到你了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这样 过日子了 像夫妻一样的 结果到了中秋的一天 突然间有一只白色的兔子跳下来 跳到了他的桌子上 这个女的一看 就给老道说 相公啊 导要军过来招我们去了 于是随手哗 拿了一个梯子 这个梯子就在往那一放 刷一拉 直通云霄 说 这个恩人啊 相公 你给我一块上梯子 于是 这个女的就带着储岁粮 慢慢的爬上去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看 储岁粮 从这个里边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储岁粮竟然是生鲜了 在中国是肯定是传说故事 在我们现在看更是神话 但这里呢 我想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中国的书法 它和讲其他的艺术 有点区别 一方面 就是中国的书法 它和西方的哲学有点像 哲学呢 在西方有很高的地位 从高的地位可以说 所有的学科 你要研究到一定的程度 上升到一定的层面 你的最终的 最终的那个归宿是哲学 而中国古代的书法家 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顶尖的人物 比如皇帝李世民 文采风流倜傥的李白 苏东坡 王羲志等等这样的人 你说各方面的修养很差的 你想做书法家 你的技术再高 门都没有 就别想这查 这是第一个 就是书法和其他不一样 书法和其他的艺术门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就是对书法家 有一个道德的要求 就你的道德品质 一定要高 我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 除了我们讲的书法的以外 在唐桃的时候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临终之前 托父的托姑的两位大臣 一个是那个小皇帝叫什么 叫李治 一个是李治的亲舅舅 长孙无忌 一个就是出水梁 后来李治要侧风 武则天 要做皇后 不是皇太后 要做皇后 除水梁不愿意 把官帽拿掉 去撞墙的 就是这位 撞得头破血流 你想一想 非常骨梗的一个人 政治 所以道德品质很高 于是他在老百姓 心目中的那个地位 他是不一样的 老百姓不忍心 让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 正人君子 不忍心让他就这样去世了 所以总是希望 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寄托 希望他们能够成神 能够登仙班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成仙 他和我们说的这个神用笔 这两者之间 他没有弊梁的联系 是讲的书法的 我们回到正题上面来看 楚水梁和神用笔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我讲的是 楚水梁的神用笔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主要记载在 阎文青有一篇文章 就是我们说的 他的上课的笔记 述张张使 笔法十二亿 在这篇文章里面 原话是这样讲的 敢问张使 神用笔之理 可得文库 敢问张使 是谁问的呢 是阎文青问张张使 说有没有神用笔 这个说法 因为在这一天 张旭给阎文青 教授了笔法的十二亿 又教授了如何 其余古人的五个秘诀 讲完过以后 正准备走呢 阎文青冷不定问了一下 神用笔 张旭并没给他讲 什么神用笔 不是神用笔的 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子的 他说我张旭啊 你老是我啊 这个笔法是哪来的呢 是得自于我的老旧 张旭是南方人 就是苏东那一带的吴仁 那名叫老旧 得自于我的老旧 叫陆燕远 我这里稍稍交代一下 陆燕远是谁呢 一方面是张旭的舅舅 一方面他是陆建知的儿子 你看啊 张旭 张旭的舅舅陆燕远 陆燕远的父亲陆建知 陆建知的老师 或者陆建知的舅舅 就是于世南 也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再交代一下什么呢 跟楚遂良有什么关系呢 楚遂良是于世南的学生 也就是说楚遂良和陆建知 他们两个是师兄弟 换句话说 楚遂良是陆燕远的师叔 因为楚遂良啊 比陆建知小了那么几岁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张旭给他的学生 严林青说 我的笔法 是从我舅舅那边得来的 我舅舅原来跟我讲啊 又讲了个故事 说我舅舅跟我讲的 我舅舅跟了他父亲啊 练字练了很多年 花了很大的功夫 笔法也得到了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说自己写的字不够书庙 你看他用的是一个词叫书庙 书是特殊超出一般 庙呢是什么呢 庙不可言 始终没有搭到那种意外的味道 不是看字就论字 而是在这个字外 有一种味道笼罩在那里 这叫书庙 说一直没有得到这一点 仅仅是把字写的好而已 或者说写的好看而已 讲到这么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结果有一天正在沉寺的路艳远 正想着呢 这个我的字 为什么不能积至书庙呢 台上一看 有 楚水梁在前面站着呢 诗书 逮到机会了 因为楚水梁的字 是有书庙的效果的 然后就说 师叔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哎呀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了 楚水梁说呢 你说吧 这是个什么问题 说你看我练字练了多年 为什么我就不能够 像你们这样 能够尽于书庙之境呢 你在这楚水梁怎么着 被这个手长印了一声 就说了一句话 用笛当辱印印尼 说用笛啊 当辱印印尼 就这么一句话 用笛当辱印印尼 转身 手一背 OK 走了 好嘛 陆云元想呢 我本来是我一问你 我不就明白了吗 啊 这一问 更糊涂了 印印尼是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从唐朝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在争论 印印尼 它是中国书法上 著名的书语 但是 叫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现在没有一个定案 没有定论的 因为印印尼是个什么东西 到现在啊 这种生活经验已经没有了 我也搞不清楚 印印尼是什么 当时的陆云元也是一坨雾水 有 诗书说用笛当辱印印尼 到底怎么回事呢 陆云元这一天和几个朋友 哥们 去游玩 就来到江新的一个岛上 所以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很有意思 他到了岛上过以后 啊 别人呢 都去 啊 爬爬 小山 啊 细细 这个什么流水 呆点蝴蝶 什么在那边去玩去了 他在那边一直脑子里面 有个事 有个事 印尼是什么呢 结果溜溜答答 来到这个江新靠近水的地方 就蹲下来 在那边蹲着 结果这个时候 突然间顿悟了 看原话怎么说的 遇见沙瓶必尽 令人一月欲输 看到了那个沙瓶必尽 一月欲输 一月 一种喜悦的心情 就是由内而外 发出来的 遇书 想在上面 书写 有一种强烈的 写字的欲望 于是 用利封 华尔书枝 拿来一支 很锋利的东西 类似于锥子一样的 也可能是一个刀片 在上面就 划了一下 就这么一划 就把中国书法的大门 给他划了开了 请看下边这句话 他说 其尽显之状 名利 魅好 尽显之状 干净利落 线条写出来 非常的明媚 干净 爽朗 清新 于是 突然间就悟到了一句话 用笔当如 追画杀 所以他把这个故事 给张旭讲了 然后呢 张旭呢 就把这个话呢 转给了 言文清 说 这个就是神用笔 如果你能够掌握住 追画杀的话 自然能够 其余古人 好 这个故事讲完了 楚水梁 讲的第一你 结果到这边 变成了追画杀 里面什么效果 我们不管 那么就是 追画杀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弄了一片 什么杀瓶地径 拿了这个锥子 一划 名利没好 OK了 但是他和我拿了毛笔 在纸面上写字 有关系吗 但偏偏 这个一千多年来 大家都说 用笔当如 追画杀 都是这么个意思 都是这么个说法 怎么办呢 而且都知道 唐代书法 是中国书法的高峰啊 就是这么一个 追画杀的笔法 困扰了 上千年的中国书法的发展 用笔当如印印 这句话出自 颜真卿的课堂笔记 数章章史 以访十二一 文中记载 陆燕远 请教他的诗书 楚岁良 怎样能把字写好 楚岁良回答说 用笔当如印印 那么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由于年代的久远 生活场景的变迁 人们对他的解释 也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陆燕远后来的体会是 用笔当如追画杀 于是 后来印印 就变成了追画杀 这个笔法 被张旭认为是神用笔 而传给了颜真卿 那么印印迷 或者是追画杀 到底是一种什么笔法 这已经成为了书法史上的公案 后世的人们一直在研究这种笔法 那么研究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上个世纪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叫做沈寅墨 沈寅墨先生呢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之一 他也是花了毕生的精力 在研究王岐之王献之 也就是二王书法 所以他要专注叫二王书法管馈 这本书 其中他也专门研究追画杀 这种笔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沈用笔啊 只要是研究书法的 你是避不开的 结果他怎么研究的呢 非常科学 他的办法就是现在自然科学 做试验的办法 弄了一个盘子 里边放了很多的干的沙子 厚厚的沙子在盘子里面堆着 拿了一个锥子 在上面就一划 划过以后回头一看 上面连一根线也没有 怎么回事 我刚才明明我看到划的呀 然后再划一边 再一划一看 一边划一边看 仔细地看 问题来了 原来是那个干沙呀 它是一个颗颗粒滚动的 这个你刚刚划出来个槽 这个沙子呢 它又滚到那个槽里面去了 于是就把这个槽给它 淹没掉了 迷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水墨先生就给追划沙 下了一个判断 他说所谓的追划沙 我总算搞清楚了 研究出来了 窍门在哪里呢 由于你这样轻轻地一划 这个沙子要滚回去 就没有这个线了 你要想留下来这个线 你在滑的过程之中 第一 这个锥子要追得深一点 请大家记住这两点 有两点啊 第一点 锥子要追得深一点 第二个呢 在滑向前面的时候 这个锥子啊 一边滑一边要轻微的震荡 慢慢地晃一晃那个锥子 这样的话 这个槽是不是就宽一点 深一点 于是那个沙子呢 再滚回去一点 但是这根线还是在的 而且这根线非常的自然 你看 他得出来的 是这么一个结论 有没有道理呢 我听起来 我觉得他很有道理 沈一默先生 这一生写字 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试验柜以后 他写字都是 比运行的过程中 微微的有点震荡 往两边有一点晃动写出来的 所以他那个线条出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两边有一点点微微的曲折 有一点小波动 形成了他的特色 但是锥话叉 是不是沈一默先生 所做的这样的线条呢 是不是这样的笔法呢 我表示怀疑 这里边呢 存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锥话杀的这个杀啊 这个沈一默先生 你做的这个试验 你用的这个杀 是干杀 我想知道的是 人家陆燕远用的 看到那个杀 它是不是杀子 是不是干杀 这个要搞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要给他开始要还原 还原到哪里 还原到原文里面去 那个文章啊 我得看一看 一看文章 大家想想 刚才我讲过叫 杀品地净 一月欲书 可能人家讲的是 杀品地净 后面还有个地呢 压根就不是干杀子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沈先生 你做试验 咱们不不管你 但是你做的这个试验 并没有还原 陆燕远人家的那个场所 这是第一 情境不对 所用的物体不对 第二一个 是沈一默先生 划出来的线 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这样的线条 两边是有进出的 不平均的 所以高诗诚说 书家铭记 典化王广 不光而矛 说白了 他老人家写出来的这根线条 两边是有点毛的 不光的 是这样的一根线条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 你看看人家土水良也好 陆燕远讲的 那个高级的线条 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陆燕远说的是 其尽险之状 名利媚好 它是一个干净的 爽利的线 想一想 干净爽利的线 大家有没有见过 那个豆腐一样的 拿那个锋利刀刀 啪一刀切下去 你看那个壁上面 又干净 很爽进 非常的明镜 他要的是这样的线 可不是说 那个两边什么 不光而矛的线 所以从执行的 就是你那个实验 所做的器材 物体有问题 从你得出来的 这个结论线条上面看 它也可陆燕远 所出来的线 不吻合 对不上号 于中华老师认为 沈尹默先生 所划出来的线 和陆燕远 所划出来的线 是不一样 陆燕远所说的线 是一条干净清爽的线 而沈先生所划的线 有点毛糙 可以想见 这个并不是 楚穗良所讲的神用笔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 问题出在哪里呢 神用笔 到底是一种什么笔法呢 哎呀 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在想 沈先生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一个 研究方法的问题 你如果说只是平时了解书法 你可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书法它和自然科技啊 它是两个概念 自然科技要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 但是书法呢 是什么呢 它属于叫人文科学 属于精神科学 那么你就要用 和它相匹配的研究方法 就是它所读到的研究方法 来去研究它 这才行 不同的对象 应当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那么研究人文科学怎么样呢 大家看研究自然科学 基本上实验室里面 避免外在的干扰 人文科学恰恰是要 还原到那个具体的 原生态的那个情境里面去 沈先生在这方面 恰恰忽略了 所以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呢 来去看一看 比如说 遇见杀品避净 令人欲悦欲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我来讲一讲你就知道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我小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地啊 还都是一般的土地呢 有一点点沙滋的 就是相当于沙地一样的 尤其是夏天 突然间很晴朗了 结果 晴朗了晴朗了 电闪雷鸣 暴雨 倾盆 下来过以后 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 下完了 房间那边很闷 于是大家都出来 跑到外边去 到马路上面 蹲那边 干嘛呢 你会发现 原来感觉的很干燥的这个路 被雨水冲刷过以后 尤其是那个沙地 非常的干净 那个干净 看的就让你真有写字的欲望 所以我们那个一条街道上面 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家长 带着孩子在那边蹲着 有的是下午自棋 有的就是在上面交写字 我那个时候就是拿了一个锥子 有时候呢 是一带里面带了一个小刀 就是削铅笔的那个小刀片 在上面 在写字 这个写字 很有意思 你看 如果你和陆燕远在江道里边 沙平地径 预约预书 给他一问和 你就会看出来有一个小敲门 想一想 把这个给他等同起来 就是你蹲到这样的地上去写字 尤其是拿锋利的锥子 或者刀片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这个时候唤醒你的记忆 可能现在这种生活经验很少了 唤起来你的记忆 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个 那个窍门 在于你的这个锥子 是不能追得太深 如果你追得很深的话 很麻烦 就是这个东西行进的时候 行进不了 这是第一个小窍门 不是往下面伸得走 像沈亿默先生说 要追得很深 在这种写下 恰恰不是追得深的问题 而是要把锥子提起来 在上面运行 只要追得深 而一下子就陷进去了 就没办法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 在上面滑的过程之中 你的这个手 一定要给它稳定在一个平面上 这个很有意思 你就是 你不能一块伸一块浅的 伸一脚浅一脚的 你去动 根本不行 有时候写的说 一不留神陷进去了 那个不行的 所以手要在稳定在一个平面上 这样才能够活干的 非常的爽快 非常的干净利索 尽显之状 名利美好 就是这个劲 所以 那个三水化大师 黄碧洪先生 他对 啊 锥划沙 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 如锥划沙 延期平也 反正还真不理解 他讲它是平 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才知道 其实就是平动 就是要在一个平面上面 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不好忽上忽下 忽高忽低的 那是没办法写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两个窍门 第一 笔是提起来的 第二呢 是要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平动 这两个窍门 其实啊 如果把这两个窍门给它合起来 大家想一想 咱们手中那个柔软的毛笔 怎么样能够和在沙地上运行的这个锥子能够打通呢 你看 锥子是不是有个尖啊 锥划沙之所以要提起来 就是因为你不提起来的话 那个锥子太尖 很容易扎得太深 以至于往前面运行 被那个泥土挡住 行不动 所以它要提起来 那反过来讲 咱们的毛笔也有一个尖 但是毛笔的尖 大家也没有印象 肯定是用毛笔的尖来写字嘛 用笔封写字嘛 这个手啊 拿着毛笔 只要轻轻的往下面一压 看到的结果是毛笔的笔尖 没了这个尖 一压这个尖是不是就 要么就散开了 要么就翘起来了 所以这样来写呢 肯定是不行的 就像那个宋代的一个词人 在江奎江白石 他写了一本书叫旭书谱 就是旭唐代的 孙国庭的那个书谱的 他里面说 用笔如追华沙 追华沙者 欲起云耳藏风 笔正则风藏 笔烟则 封出 常遇笔封 在画中 则左右皆无病也 就是你那个毛笔啊 如果说能够 封正就是笔封 能够提起来的话 这个毛笔的笔尖 它能够出来 如果说笔烟 毛笔突然间压下去了 压的趴在地上了 趴在纸上了 那这个时候的 你的毛笔的笔封 就会翘起来了 就会偏离的笔画本身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看 要把笔提起来 而且能够稳定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有时候 我在讲课的时候 为了能够讲得很形象 就给它取名 像武功里面的叫 轻功笔法 像轻功一样的 楚水梁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 追华沙的方式 或者它叫 依依尼的方式 像轻功一样的 能够拎在纸上 这个毛笔啊 在纸面上 它没有陷进去 所以它写出来的作品 是什么样子呢 清朝有一个 叫王树的 擅长写传书 他是这样评价 楚水梁 他说 楚功书 看似书寿 实则语润 看似古弹 实则风华 盘欲顿挫 请注意下边的一句 运笔都在空中 不是在纸里边的 我们现在写字喜欢 把毛笔 倒到这个纸里边去 所谓的入木三分 不是这样子的 是 毛笔是拎起来的 是轻功 不是下到水里边去游泳了 而是在水面飘的呢 所以他说他 运笔都在空中 你看下面一句 讲的很形象 突然一落 偶然极止 偶尔一次碰到了纸面 而自外之地 笔尖之意 不可穷起端倪 变化莫测 这样的一种用笔方式 但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也值得讲一讲 他说空鸣飞动 楚水浪那个字 写得很透亮一样的 空鸣飞动 像那个春天刚刚发出来的 小内叶一样的 非常干净 明快 像水洗过的 刚刚洗过的感觉 扎之尽 一点灰尘都没有 而轻虚来 想其隔运超绝 直欲离止一寸 如晴云挂空 仙人笑树 故自飘然不可攀养 什么意思 说楚水两个字 就像那个仙人一样的 在空中飞来飞去 大概他登线的时候 可能就这种感觉 至少也会像 段玉的那个 玲珑微不一样的 肯定会是这种感觉 所以这样的一种美 其实就是 陆燕远所讲的 叫做静媚二字 就是一种很清新的 非常富有 生命力 但这个生命力呢 它又是突然间内敛在 内涵在里边的 我有水平 但是不显山 不漏水 不是动不动去展示 秀肌肉的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中国式的 独特的审美方式 在于中华老师看来 楚水两所讲的印印 和陆燕远的追画纱 其实是一个意思 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 毛笔不可入枕太深 而是要稍微提起提案 在一个评页上书写 也就是说 减少提案的动作 这样写出来的字 才爽爽有一种神器 如邻国微不以白 是一种功力深的体现 那么既然是这样一种书写方式 为什么要关于它神用笔名称呢 这个神又是什么意思呢 讲到这里啊 我估计大概可能会有点感觉的 就是神用笔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总结一下 为什么这种用笔 就是追画纱的用笔 叫做神用笔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 就是这样的 你把那个用笔的方式 和得出来的神美 就那个线条的美啊 或者楚水梁的书法的美 给它合起来看 你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用笔的方式 使得出来的书法作品 富有了神采 富有了神韵 富有了神气 甚至有一股神秘的气息 像仙人挂空一样的 在空中飞来飞去 你想象还没有神吗 都仙人了 啊 所以神气活现的作品 它才是好作品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用笔 能够得神的用笔 所以叫做神用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原因呢 在于叫书法本身的要求 也就是这种用笔 它是通神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东汉许圣啊 那个说文解字里面 曾经对书法有一个顶层设计 说什么是书法呢 书法就是书者如也 如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如啊 就是如什么 像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到哪里哪里去 不简单的是 现在讲的这个比喻 如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到哪里哪里去 所以呢 我们才会看到 晋唐时期的书论 基本上都是 如追华沙 如溢溢泥 如飞鸟出林 如惊蛇入草 甚至有人说 王羲之的字 是什么样子的呢 说是他的字如 啊 谢家子弟 啊 众父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种风神 都是如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书法要和世界万物 和咱们的生活世界 能够相互打通 所以这个书法 可不简单的 我只是把这个字 给你写好的事 把这个字写得漂亮 不是的 他和写字啊 两把事 你看那个写字啊 写的是字 你的目标就在字上面 这样的人 在东汉的时候 赵一 飞草书里面说 闷尸之徒 不想见天 每天对他那个字 琢磨来琢磨去 这样的人都没有时间 去看看天空 视野太狭窄 他成不了人物 那个书法是什么呢 书法要和世间万物 天地之间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经验 我们的情感 我们看山 看水 看一切 所得的东西 要能够通过书法 请大家看 书法这个字 有人解释 书这书也 就书法情感的意思 都能够通过笔墨 书法出来 所以他才叫书法家 就像那个歌唱 跟唱歌一样的 你唱歌唱得再好 那叫歌手 歌唱呢 一出来不一样了 歌唱祖国 歌唱爱情 歌唱中国的 传统文化里面的孝道 歌唱我们中国共产党 等等等等 歌唱的这样的人 叫歌唱家 就是这个区别 所以书法可不是一个 雕虫小技 壮富不为的东西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 这个时候的书法 所谓的追话杀 就是书法的毛笔 和追话杀这种生活经验 能够给他打通 他就是神用笔了 神的意思是什么 神就是通的意思 我说这个人太厉害了 就有神通了 像前面讲的那个拜灵 楚水良 灯仙的那个胡仙 他是有神通的 这个叫神 如果你手里面这只毛笔 能够和自然界的一切的东西 相通的时候 你得到的这个笔法 他也是神用笔 当然你要吻合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 你写出来乱七八糟 他都不美了 那也不行 他要和天地间的这个美 大美相吻合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白了什么呢 书法是要表现真实的生活经验 要和你的生活经验彻底的打通 这样你就会理解了真正的神用笔 其真谛之所在 一旦你掌握了神用笔 你就可以深呼其迹的进行书写了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